七明廉假结束,花冬上午是迎接了太阳露连的好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就变天了 而未来这一周的天气变化又会是如何? 接下来我们就请记者邦彦来告诉大家 七明廉假结束,花冬上午仍迎接太阳露连的好天气 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就开始变天了 受到微弱东北季风影响,花冬六日晚上开始气温小幅下滑,水气增加 迎风面东半部将有局部短暂雨发生 六日七日两天都会是要攜带雨具出门的天气 六号开始其实有一道封面很北边 所以影响对我们来说影响不是很大 然后到七号八号的时候整个封面就过去了 然后后面我们看到没有什么系统来影响我们 然后整个吹的风向大概就是一个偏东风跟偏东南风的一个影响 六号开始今天天气其实还算OK 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开始会有一些封面的影响 然后到七号整天大概会比较阴雨一点点 然后到八号的时候开始从八号开始慢慢的整个我们就可以看到东部 其实就是局部 趁局部一些地方会有一些雨 其他的地方大概都还是会透光 然后天气都还蛮算晴朗的一个情形 然后整个温度大概都还蛮舒适的 高温大概到28度 中午的时候28度可能会有一些炎热 然后低温从晚上的来看 基本上还是蛮舒适的 就是19到20度 但是你如果在外面骑车 风吹过来可能还是体感温度还是会比较低 所以早晚出门还是适时添加衣服 台湾东西部两样勤 八日周五开始 风场从东风转东南风 东半部气温将越来越暖 一直到下周 不过花东仍有局部阵雨发生几率 提醒民众出门还是要携带雨具 添加保外套并随时做好防疫措施 记者讲方言华临时报导